這次的角色叫做馬文遜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聰明仔 他是做一些對期錶的事情 其實是把一些不同錶的零件 砌在一起去賣給人 某程度上是在騙人 但同時我覺得他也不是一個壞人 沒事沒事沒事 這套電影就叫做讀穴者 顧名思義就是關於偷東西 穴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關於一隻手錶叫做Moonwash 有一班人本身就做開一些偷錶的勾檔 有一個傻仔 不小心就被拉進了這個風波裏面 就被迫參與了一場自己沒想過要參與的罪案 救命!大家救命!喂!喂! 扮有錢人去那些鐘錶店 那些扮演的場口都很喜歡 因為這四個人不是認識的 但又在扮不認識 又在同時進行的事情 我覺得很有趣